我 台灣最具指標的音樂盛世 HITO流行音樂獎 難得意見天王天后起聚小巨蛋 頒獎節力則有許久 為合體的女子片團SHE 和Machi弟弟分別再來SOLO打頭陣 不僅台前有精采表演 我還有這樣跟待你直擊後才得獎花絮 她會有多幸運 看我的遺憾 看到野蠻 看我的彈道 看到勇敢 溫柔的結局 沒得夠決定 我把風浪 都擔心了 HITO 來 再次 國國們 來吧 show 如果你滿意 小女子們 各個多生化全季 四零大場美麗 肥皮太有神曲 愛拉出過驚奇 十八般無意 買不買的 我們都一樣賣力 獨立 開始合體 各個都有戲 獨自注射 嘴上萬人典禮 永遠只有SHE 我對你一致的 新家的帝戶 用命一致 給我一個十步 你愛一致 也無天來KISS 有苦太感情 做麻痹 ガチャル Principal Stop 製作堡腦 ges準 Who's ready for somebody new music Hold on my soul うううう icki Aw呀 P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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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借我們好嗎 SHE三個人合體演唱 美麗新世界 前奏一下全場立刻陷入狂熱 尖叫聲先翻小巨蛋 為今晚的頒獎典禮揭開熱鬧序幕 好 你不去找 一起唱好不好 一二三唱 愛等待 這美麗新世界 我喜歡 自信的感覺 我看見 你微笑像天使 這就是 愛的奇妙 我願意陪在你的身邊 讓心跳 不會變老漫 迎來 這美麗新世界 讓感動 一個 一個世界 真的合體的SHE 感情依舊好得不像話 三個人在後台接受媒體聯訪 不忘互虧彼此 尤其Selina性感爆表的露背妝 可是被A拉和Hebe 窺到害羞臉紅紅呢 對 我們要看著那個 雙簾掀起來 雙簾掀起來 像這樣 像這樣 敲一下腳 好 我們補拍一下 我們這個Selina的 背面 我們前面都白拍了 前面白拍 沒有嗎 你幹嘛這樣子 前面你可以拿出賣 前面也 好 好 年度總冠軍的歌曲 神真語 一開始就來一個走質感路線 對 然後不一樣的就是Selina帶出了一些 比較輕快活潑的歌曲 馬上把質感辣囉 沒有 沒有 等一轉背的話就不一樣了 質感帶到另外一種 本來是一種清新的感覺 我就是帶來一種比較 歡樂感 比較辣一點點小小性感 對 這個不得了了 後面Ella一出來那個音樂 好像大家都很熟悉了 對 沒想到中間的那一段 就是BANG BANG BANG下去 沒錯 我這個就是不正常的BANG BANG BANG 就是把它混合在一塊這樣子 對 希望給大家一個為之一亮的感覺 眼神超殺的啦 我好像開始走辣的路線 因為我剛剛SOLO那一套也 特別辣 也蠻露的 對 還算尖頭高跟鞋跳舞 對啊 我怎麼會走成這種路線 開始開放這一塊了 沒有 剛剛那個SOLO那個舞蹈 對 我是第一次穿那個高跟鞋跳舞 尖頭的喔 對 很久沒有穿高跟鞋 然後這一次自己挑戰一下 發現還不錯 就是還可以撐得住這樣 然後舞步也可以展現出來 自己覺得很有成就感 所以很謝謝這一次頒獎點禮 然後讓我有這一次突破的機會 然後感覺好像發現到了 不一樣的自己 很好 其實我覺得不是不一樣的自己 因為我在彩排的時候 我是在主舞台嘛 然後SALINA在前面 我就看著她的背影 在SOLO的時候 這瘋騷的 就是 這個就是躲不過啊 她躲不過 她就是風騷的 她無法隱藏那一部分 對 她就展現出來 而且連背影都藏不住 藏不住了 媒體不忘搬出記者會當天 SALINA希望Ella改爆男歌手獎 怎料挑撥不成 兩個人跟互潰一個風騷的 一個男人到底 我知道 我完全忘了這件事情 對 我知道你那時候放了什麼狠話之味 就是我好像希望你 因為你跟我一起角逐嘛 對 所以雖然我們是親姐妹 但是我也是 希望你不要得我自己得 好直白耶 我覺得他們那時候會掉 那個時候記者會的影片出來 我有點忘記 我講什麼了 他們會掉那一段出來 男歌手 對啦 我就誠摯的 建議您要不要改爆男歌手 但是我覺得Ella剛剛跳那一段 真的可以報名男歌手 因為你帥成這樣 你叫JJ如何是好 所以你們說她是風騷的 我真的就是Mandy的 這個東西是藏不住的 對 你帥的 你們真的是一直做回自己的感覺 很棒 真我 特別好 今天這一段叫做回歸真我 對 找回自己 偉靈精怪的Ella擔任頒獎人 依舊不改俏皮的形象 鬥得同樣是頒獎人的 亂彈阿翔早講不出來 我知道她沒寫過很多主題曲啊 我要用盡所有力氣 氣太低了嗎 氣太低了嗎 其實你對我而言非常熟悉耶 因為你要問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啊 不好意思她反應比較慢啦 因為啊 我常常把Hibi認成亂彈阿翔 你不要傷害Hibi啦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你的髮質跟她一樣好 好 但是你現在頭髮有一點毛耶 我幫你順一下好了 被你的熱情弄毛了 你真的有點不太正常耶 兩人胎籤一搭一唱好默契 可都是Ella在後台一手串通好的 我剛好去她房間嘛 然後她就看到 因為她們一定都會準備稿子嘛 她說這個怎麼辦啊 我這個要怎麼背 她就很緊張嘛 我說你沒煩惱 交給我我就好了 我說我來處理 我會帶你 然後我會跟她 我就跟她講說我會跟她 幹嘛幹嘛幹嘛這樣子 然後我跟她講說 只要我一旦梳了你的頭髮 你就要說 你真的很不正常耶 然後呢 她有做到 所以其實她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在台上笑了很久 因為我感到很欣慰 就是 她至少有把這句記起來 瘦身誘稱 越來越性感的Celina 可不忘趁機吐槽好姐妹Hibi 我不知道公司對我的企圖是什麼呢 難道因為我瘦就要我賣肉嗎 太胖了嗎 沒有啦 緊接著Hibi接受媒體聯訪 可是大大讚賞 Celina變得又正又美呢 變胖 沒有 那是因為Celina真的變得 太瘦 太瘦 太瘦了 所以顯得我好像變胖 可是其實我都一直維持在這狀態 你也有想到她都胖過嗎 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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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害我 見到好姐妹Celina瘦身有成 不說謊的Ella 自爆最近有點肉鬆 其實有壓力 一看到她我就覺得 我就是處於在一個 她好受的這個震驚當中 然後久久不能釋懷 但是我很開心 就是因為 我知道她要受下來這件事情 她是下定決心的 對 所以希望 大家敬請期待囉 期待什麼 期待她 就是再更瘦一點囉 當然會有一點點 會 因為呢 最近 工作忙碌的我 比較沒有時間去運動 然後呢 所以呢 可能肉沒有那麼緊實 可是呢 體重還是有維持得好 用飲食控制 但是之後呢 只要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 我就會趕快上健身房 好好的重新 找回我的那個 結實的肉塊